花莲市公所办理的齐来平原第一桩鲜明文化节 齐安降福祭祀活动 30号的下午是在严平王庙隆重的登场 现场除了有北馆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 最重要的就是祈福祭祀的典礼 花莲市长魏嘉贤表示 希望能借由活动的进行来追思 鲜明拓肯花莲的精神 并且祭天仇神来祈求平安健康 花莲市公所30号下午在严平王庙前广场 办理了齐来平原第一桩鲜明文化节 齐安降福祭祀活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只保留了祭祀典礼 但加入了更多的传统民俗元素 包括祭祀中的祭品也十分考究 活动中也邀请了北馆乐团带来演奏 让现场充满着传统庙会的文化氛围 这一次的活动我们虽然是缩小规模 但是我们诚意满满 那我们希望能够用祈福的方式 保佑我们每一位好朋友 都能够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之下 都永远平安健康 也希望不要有任何天灾 来到我们所居住的土地上面 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在 现名文化这部分的推动的历史工作者 跟庙宇文化的推动者 我们知道花蓮是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地方 不论是闽南客家原住民外省 还是现在的新住民 每一个族群都有它特殊的文化的背景 那能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 都是不简单的事情 那当然十六古这里有十六古的文化 也许过去有发生过 原住民跟闽南人的一些争执 然后土地上面的认知上面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希望未来都不要把 这样的事情重复再发生 在这里呢 管理员会也要相当的感谢 我们施工手 长期以来对现名文化姐的重视 那能够让新文化姐每年如期来举办 当然真如刚才市长所讲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 还是要感谢花言市代表会 在苏美苏主席以及各位代表 大力的支持之下 能够让这个活动来顺利举行 来敏怀这个先民先选的这个 不会艰难东来开墾 先民的智慧 能够以这个所谓族情融合 让地方来繁荣 先民文化节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 只要是在前400位残败的民众 就可以获得一个平安相守 防疫纪念相包 希望大家在疫情下都能平平安安 也透过节庆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先民开墾的碧露蓝绿 以及地方族群文化演变的特色 记者许立琴 欢迎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绰